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好亮啊 嗨大家好我是圈圈 我今天要來做一件很理科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美甲師都會遇到客人問你一個問題 我照這個燈會不會曬黑啊 事實上可能想像的是比曬黑還要更嚴重的事情 也就是藍光 大家的光良機不一定跟我一樣 但是你們可以看看你們的盒子上面標示的 它的波長是多長的 那UVA的話大概300到400之間 那藍光的話就是我們常講那個手機的藍光 那個藍光是在400到500的波長 那其實像我自己的燈類 他會做實驗的這台燈 他是365加405 也就是說他同時落在UVA和藍光中間 那當然不太容易曬黑因為現在是LED燈 可是卻會有紫外線跟藍光的傷害潛在在我們的皮膚裡面 客人或許一天不會每天都在用這些東西 但是你可能一天會接觸到很多散色的光 那對於客人來說他可能每個月都要來照一次光 所以其實長期累積下來 我們說有一些比較易黑的體質的人 他可能對於他黑色素是有一些反應的人 那對於皮膚比較白的人 他是比較不會有黑色素來保護他的皮膚的 那相對之下他的細胞其實也有可能會受到一些傷害 但是大家不用那麼害怕 我們現在有一個抗藍光的保養品 可以給客人做一個防護的功能 那他可以提供給肌膚一些養分去抵抗藍光的傷害 好那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一片就是我們說的那個全視線的變色片 就是除去曬到太陽會變成墨鏡的那種鏡片 那像一般我們配眼鏡或者是手機貼保護膜 都會貼一個所謂的抗藍光的鍍膜在上面 這一片眼鏡呢是小寶兩年前配的鏡片 那最近剛換下來的他的鍍膜已經有一些受損了 所以呢我們來透過他照射的時候 他藍光還是會穿透過去 那首先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藍光筆照過去 他的變色片會顯示出來的樣子 1 2 3 4 5 好我照了5秒之後 讓大家看一下 他是會變黑變色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有所謂抗藍光鍍膜的鏡片 也給大家1 2 3 4 5 5秒的時間 好大家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他的顏色是比較短一點的 就是他不會像你直接照射的那麼強烈 那我們新換的眼鏡的話呢 這個鏡片是做到80%以上的抗藍光 我再換一個位子給大家照一下 1 2 3 4 5 好 醬油很清楚明白我的眼鏡是有隔藍光的嗎 就是他被濾掉了 好 那 這一個保養品的話呢 我已經事先把它裝到這個瓶子裡面了 然後這邊是擺開水 然後我也證明這個東西真的是可以插在臉上的 我決定嘛 我相信你把它倒進去裡面 再把它倒出來 喔好可以沒問題 然後再把它拆在臉上 好 沒再怕 我先倒進去 喔喔喔喔倒出來了 手這麼抖怎麼當美甲石啊 好 那我先插到臉上 欸可是我現在有隔離霜欸 好管他的 真的有喔真的有 然後我會幫客人就是插在他的手背 你如果擔心他有濕度會影響抵膠的附著的話 你可以讓他照完抵膠之後再插這一層 那你只要先做一個除膠的動作之後 就可以後續的繼續進行步驟的部分 好我是很囉嗦 這影片應該會變成五分鐘 有人在旁邊OS爆怒 這個動作就是從實驗室出來的人才能做這件事情 好 把管子插進去 比較不會流出來 好 這個防護條也是我剛才有插在臉上 然後這個是擺開水要喝給大家看嗎 應該不用吧 anyway 然後呢我先做這個 你等一下會打很多然後呢 擺開水穿透 1 2 3 4 5 看一下有穿透喔 就是他還是會變深黑色 好接下來我用防護條理水 我用一個垂直的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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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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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光療這件事情 我們把這一整片 丟進去光療機一下子 然後順便證明 這一片是整片都會變黑的 我沒有動手腳 然後光療機我開5秒 1 2 3 4 5 好 全黑 所以這片鏡片是真的可以全黑的 不是因為我在那邊用哪一個位置不會黑 好然後你要等他推後一陣子 這個 其實客人都會嚇到 你只要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他們其實都會覺得 哇 原來 他這個能量這麼高 其實我曬久還是會有點傷害 但是 也跟客人說不必恐慌 因為你現在已經有他了 對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 對於保護我們的皮膚跟客人皮膚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有人會問說 我有擦防曬乳 我為什麼還需要這個看藍光的東西 大家去研究一下會知道其實 紫外線跟藍光它的穿透力是不一樣的 藍光的穿透力比紫外線還要更強 所以它對我們皮膚細胞的傷害會更大 那晚上應該沒有人會在家卸完妝之後再塗防曬乳吧 也就是說我們在家裡面這樣子滑手機看平板追劇的時候 我們的臉都一直在曬藍光 那曬久了一定會老化這無庸置禮的 只是你曬的比較平均 不會像那個長期開車卡車司機只曬一邊一樣子老化半邊 但是如果可以整臉都不要老化為什麼不做呢 OK 那我今天分享到這邊 如果有人想要知道這個東西的機轉跟資訊的話 在下面的資訊欄我們會有放 然後也可以私訊我跟小寶來了解這項產品的部分 那我們只是很單純想要把一個好的東西跟一個好的觀念分享給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先錄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可以按讚留言分享 我越來越像理科了 對 然後可以就是認真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把這個新的觀念傳播出去 OK 謝謝大家 我是圈圈我在圈圈iPad啦 掰掰 很正常因為他讀了心理哲學還有什麼歌曲 這種事就不用講了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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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